您是傻瓜大學的 幸福 熊仁謙 Hi, everyone, 我是快樂大學 Happiness Investor 熊仁謙 我今天要與你介紹 或者是推薦我個人非常 我要就是很強調 非常愛的一本書 就是21世紀的21堂課 在大陸好像是翻譯叫做那個 《今日簡史》 討論這個書之前呢 我要先聊聊 我們這個月 主要重點都討論在有關於人的自信跟自卑 那麼人的自信跟自卑 我們更深入的重點是在於 很多人會希望透過於各種的方式 用很專有名字來說 可能透過於各種社會階層的鞏固 來建議自己的自信 什麼意思呢 他可能希望透過於他人的互動 來建議自己的自信 他可能希望自己透過自己的消費能力 來建議自己的自信 他希望透過於工作能力 等等這些能力來建議自己的自信 但在我們之前影片我們有聊到 真正的一個自信的建議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是 他不能是依賴於外在的 當我們的自信是依賴於某種外在的東西的時候 他很容易崩盤 真正的自信必須來自於對我們自己的認識 我們必須花時間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們談到自信跟自卑的議題 而我們今天要介紹這本書呢 像我剛剛說的是我個人非常愛的一個作人寫的書 在他的這本書裡面呢 分成21個章節 有長有短 討論人類現代面遇到的一些問題 以及這些問題要怎麼解決 其中第三章 第二堂課 第三堂課 也就是第三章講的是自由 而這個自由呢 是讓我印象最深刻 或者說讓我感受最強烈的 為什麼這個部分讓我感受這麼強烈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本書討論的問題其實跟現在非常非常多的 預言學家也就是說 他可能對於大數據有研究啊 以及對於人類的社會進程有研究 的這些專家們所談的很像 也就是人工智慧越來越強的情況之下 人類該何去何從的這個問題 在自由這本書裡面 在這個自由這個章節裡面呢 談到的 就是 當機器越來越強強大 人類還有什麼自由可言 事實上從工業革命到現在呢 人類基本上被當作某種工具 也就是消費力的工具跟勞動力的工具 如果你回去反思你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在 無論是社群軟體 或者是我們對於自我的定位 我們所表現的都不離於消費力或勞動力 要嘛你就是在炫耀自己的工作有多好 要嘛呢你就是在 炫耀你自己 多多能夠花錢 你能夠買多少東西 你用的品質有多高 很吊詭的是 現代人 所有現代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幾乎99%他擔心的問題不是 我這輩子會不會過得開心 我人生的目標在哪裡 大部分的人擔心的問題都是 我的工作在哪裡 我要去哪裡再找一份新的工作 大家對於工作的恐懼 很多時候遠遠勝過了其他 更有意義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就是因為人類現在幾乎被當作了某種消費力 或者是勞動力的工具 所以 主流價值會告訴你 你要找到好的工作 勞動力 你要賺很多的錢 可以幹嘛呢 消費 消費力 人的生活品質 人的自我定位 被建立在消費力跟勞動力這件事上面 但是 人工智慧 當他變得越來越強的時候呢 人類 將會面臨到一種改變 也就是 人工智慧取代了 大部分的勞動力工作 以前我們需要動員大量的人類去做的事情 現在只要一個機器他就能夠串聯 很多很多的一些載具 然後去執行那些命令 接下來人類會面臨到一種改革 就是許多人他開始再也無法透過於勞動力或者是消費力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這就像我們之前討論到的 很多人他對於自我的定義 他對於自我的自信是建立在一種外在的 講白來說這個外在是什麼呢 就是消費力跟勞動力 你賺的錢多 或者是 你的工作好 我們都在追求這些東西 而這些力 這些能力呢 在第3章裡面把它稱之為 智能 智慧的智能 智能 智能是一種 能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智能之上 我們人 跟AI也就是說這個人工智慧 相比 人工智慧處理問題的能力 遠遠勝過於我們 換句話說在智能之上呢 人類基本上 在現代我們幾乎已經沒有能夠跟人工智慧匹敵的地方 這個地方 細到什麼部分呢 包括很多我們以為是人類主場的 創意啊 創作啊 這些東西 現在 人工智慧都會做 不知道你們遇過這樣子的一種測驗就是 他們這個有些網站 我看過不少這些外國的網站 他們會播一首歌 然後他會讓你猜 這個是人工智慧寫的還是人寫的 往往我們以為那種很抒情 然後好像很美的東西 很多時候是人工智慧寫 人工智慧透過於大數據的分析 去了解 人類定義的美 你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就用這樣的方式去複製 他所要給你的歌曲 所以總之 在現代 我們所談的這個消費力跟勞動力等等 這些我們以為的人類核心價值 其實已經慢慢慢慢示威 而且 電腦已經可以開始取代我們了 不過 人類具備一個優勢 什麼呢 叫做意識 什麼是意識 就是 感知的能力 哈拉伯認為所謂的意識是感知的能力 感知能力感知痛苦 感知 快樂 感知無奈 感知悲傷 我們人往往會以為電腦可以取代人類 但是事實上那是因為 我們以為電腦 在智能上可以取代人類 在意識上也可以取代人類 但事實上 意識是人類獨特的能力 我們人往往會因為我們解決問題的時候是透過於自己的感覺去解決 舉例來說 每次我們要投票的時候 人家問的問題不是說你理性上 認為 你該投給誰比較好 我們大部分會問的都是 你覺得 你要投給誰比較好 這也是這本書裡面談到的 我們人在解決問題的時候都是透過於感知的能力在解決 所以呢我們會認為 喔 當電腦 當他可以解決問題的時候 他的感知能力會變強 但事實上這種感知能力是人類所獨有的 因此在智能上雖然電腦可以勝過我們 但是在感知能力上 這還是人類的一個 你要說是一個堡壘也好 也要說是一個烏托邦也好 這才是人類最重要的價值 所以現在非常多的企業 這些專家們都在說 人類在未來當AI越來越強的時候 人類要投入的是感知能力的訓練 李開埔先生就是一個例子 他講了非常多這樣的演講 輕幾天我才聽到一個非常好笑的演講 他說 舉個例子來講 老人關懷 老人關懷這個工作是需要 需要智能需要專業也沒有做 但他需要更多的是感知的能力 是需要情感的 不然你回家問問你的父母 他老的時候希望機器人來照顧他 還是希望人類來照顧他 可想而知嘛 我們人類是需要情感互動的東西 之後來到了我們剛剛談到這個 自信與自卑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我們自己的所有價值 都建構在這種外在的智能之上 那我們會越來越危險 因為我們越來越 往往以為那些很穩定的 消費力 或者是勞動力 將慢慢慢慢 被取代 不論是被整個社會的潮流取代也好 或者是被AI取代也好 但是 這個時候 人類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把重點 放在 內在的 感知能力訓練 也就是把 重點放在 往內觀察 我常常看到這種例子 我們之前有講過一個影片 談到這個 土豪哥的事件也是這樣子 很多現代人呢 他好像看起來在外在都過得不錯 可是他並沒有面對挫折的能力 在我的這個書 別讓世界擔保這本書裡面我也有談到 現代人沒有被教育怎麼失敗 我們在我們的學習過程中被教育怎麼當個好的工具 但我們沒有被教育如何面對失敗的錯與挫折的情緒 所以我們很多人在面對失敗與挫折的情緒的時候呢 就好像那個 赤手空拳 然後完全沒有被教育的一個 農民面對一個特戰隊的士兵一樣 因此 當你真的想要建立一個自信 當你想要建立一個內在的快樂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須培養內在的這種感知的能力 那這種感知能力有很多種 的培養方式 比如說 比較常見的是什麼 你要多花一點時間閱讀 來培養自己的 這種知識 或者是與自己獨處的能力 你要花一點時間運動 科學告訴我們當我們運動的時候大腦會分析這種 讓我們會感到自己很有自信的激素 或者是在這本書的 第21堂課 最後一堂課講的 叫做冥想 所謂的冥想這個字呢其實是來自於 英文叫做meditation 那它其實對應的 在這本書裡面想要談的就是 專注力 專注力的訓練來自古老的東方 確切來說是來自印度哲學 那透過於專注力的訓練 可以讓我們的內心感知能力變得更強大 更有自信 更穩定這件事情 不但現在科學證明了 現在許許多多的 包括像在矽谷的很多公司都在 鼓勵他們的工作人士 你必須花時間在專注力上面 專注力的練習 不但可以提高你的工作能力 更一方面來說 它可以讓你真正在感受自己 而感受自我 將會是未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人類價值 所以 花一點時間 在與自己相處 或者是花一點時間在做一件很無聊的 專注的感受當下的事情 不但是我相信 而且是 經過科學驗證 同時哲學上也告訴我們 這是一個讓我們自己變得更有自信 非常重要的一個 方式與手段 所以呢 就像你推薦這本 非常 讀了 又讀了好幾次的書 我已經讀到它的書封被我拿掉了 這不是書封嗎 但是因為我 拿的書封不好看嘛 就是我已經讀到這個書封都不見了 但我也找不到書封了 所以沒辦法 21世紀的21堂課 希望你讀了之後呢 有什麼感想 也跟我分享在下面 老實說 我覺得這本書 應該被 值得更多關注 但是我發現在台灣 好像 不太有人在談它 大部分就是辦個一兩場演講 然後就是談了一些 比較片面的 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把這本書跟它的上一本 就是 人類大命運 還有人類大理石 串起來閱讀的話 你會有一種 我自己深受啟發 所以我非常期待 有人讀了這個書之後有什麼不同的想法可以與我們分享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你一定要訂閱 因為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 Facebook YouTube 還有我們接下來會在 這個我的Instagram 上面的做更多的 一些promote 主要就是我們會有 直播問答這個環節 我常常收到許多朋友提供的問題 然後在 不論是我們的LINE 或者是在我們的Facebook 都有很多問題 但有些問題真的是 重複率非常高 重複率非常高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這些問題很無聊 而是因為 很多時候 表面上看起來是 一樣的問題 實際上每個人的個案是不同的 那我後來發現我根本沒有辦法 透過一兩支影片 解決這些問題 比如說同樣兩個人 他問的問題可能是 我分手了怎麼辦 但這個背景可能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所以呢 如果要個案回答的話 我可能就必須用直播 這也是我們接下來 快樂大學會有的一個新的 跟大家互動的模式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囉